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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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农地上有违章建筑 必要时会执行停止供水供电作业 还会通知建管处强制拆除 如果持续不能改善并恢复原状 会移送地检署依法侦办 有可能会被判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颗罚金 另外 农地原本课征填富 但是如违规使用会被改课地价税 而且没有在主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依法申请恢复农业使用 将来移转时还需负担巨额土地增值税哦 哦 这么严重 我都没想到会有这些问题 我会马上改善 恢复农业使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提醒您 如您有农牧用地不适合做农业使用 想要变更使用 应先向墓地事业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与主管机关同意后 再送地震局办理变更编定 贴心巧提醒 若您遇填土整地 请先恰农业局 要变更做工厂使用 请先恰经济发展局 要变更做停车场使用 请先恰交通局 要变更做废弃物回收使用 请先恰环保局 土地合法使用 共同维护国土资源 桃园市政府地震局及卢竹地震事务所关心您